在今天的经文角落中呢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中国大西南的一角 原中共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干什么 薄熙来自从被胡温发配到大西南 就任重庆市委书记已经快两年了 近来他策划发起了将军后代合唱团 在全中国各地呢是巡回演唱红色歌曲 同时在重庆又高调掀起了打黑的行动 外界分析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举动 意在挑战习近平与团派 图谋在十八大中挤进中央的高层 中共新华社9月1号长篇高调宣传薄熙来 在重庆的唱红打黑行动 吹捧薄熙来成为国内外知名度甚高的明星官员之一 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举动 被外界认为是在向胡温中央示威 因而受到江泽民派系把持的中央宣传系统的青睐 连日来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共喉舌媒体炒作的沸沸扬扬 据报道 重庆市两个多月的打黑行动 已抓捕超过1500名黑恶势力成员 查处2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和100多警察 其中包括曾是打黑英雄的重庆市司法局长文强 查出家产近议员 原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主任江维平指出 薄熙来与其说是反贪扫黑 不如说是在搞一场政敌清洗运动 江维平因在1999年写揭露薄熙来的文章 被当时的大连市长薄熙来编职罪名判刑八年 出狱后县旅居加拿大的江维平表示 最近在辽宁有很多揭发薄熙来的举报材料 江维平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中纪委书记贺国强 都曾任重庆市委书记 汪洋是胡锦涛的团派嫡系人马 新华社强调要打击重庆黑老大背后的保护伞 江维平指出 这些人的保护伞很可能是贺国强与汪洋 本月中旬 中共中央将召开17届四中全会 外界普遍预计 中共第五代接班核心习纪平 可能出任军委副主席 而18大也为期不远 因此近期中南海的高层权力斗争 预显白热化和公开化 江维平表示 薄熙来已年过花甲 他的政治野心要实现的机会 时间已不多 他必须进行最后的与团派的生死决战 不过江维平指出 薄熙来假如有一天赌掌了中国大权 就会比金正日稿的那一套还左 最近在薄熙来的主导下 崇敬大力吹捧红色文化 包括唱红色歌曲 发红色短讯 读红色经典 香港媒体评论指出 薄熙来的做法大有政治深意 目的是为了向外界表明自己是红色江山的接班人 薄熙来的父亲是前中共八大元老之一 薄一波 父子二人以品德恶劣 贪财好色而著称 薄熙来在文革期间 是红卫兵组织联动成员 曾声明与被打为反革命的薄一波断绝父子关系 薄熙来任职大连市长期间 在全国率先在市中心广场张贴江泽民巨幅画像 之后被提升为辽宁省长 一直紧随江泽民 残酷破海法轮中学员 被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 以反人类罪 酷刑罪告上法庭 作为一个近距离观察薄熙来二十多年的记者 张维平表示 薄熙来在文革中因偷窃罪被判刑七年 期间形成的人性扭曲的复仇心理 我认为他是一个表演时代当中的标准的演员 这个人他是 他的危害性主要是什么 他只有欺骗性 今年八一建军节 薄熙来在重庆举办红色经典歌曲演唱会 调派了驻重庆官兵四千人参加 紧接着薄熙来策划的将军后代合唱团出拢 近150名将军之后联手登台 在西南和全国各地巡回演唱 江维平表示 这次演唱会实际上是在向中共中央显示薄熙来的凝聚力 分明是一次军事政变的彩排 既是向中央高层示威 又是在与储君习近平攀比 充分暴露了他正当中共一把手的政治野心 据江维平透露 薄熙来的举动已引起中共高层的警觉 不论是习近平还是胡锦涛都对他存有戒心 当年胡温把薄熙来调出辽宁后 团派嫡系李克强被调任辽宁省委书记 一举摧毁了薄熙来庇护下的黑恶势力 而后 从北京中央各部委空降重庆的11个干部 也都是胡锦涛的忠实耳目 江维平指出显然外强中干的太子党薄熙来远非颇有诚服的胡锦涛的政治对手 而距离习近平的位置又有多部之遥 何况胡锦涛的爱将李克强已在伺机而动 薄熙来挤进中共决策层的可能性不大 而他在大连的一个死党说 胡斗败了江 薄熙来必死无疑 新唐人记者李元瀚 李月综合报道 李元瀚